大家好 歡迎收看OneGameUp 我是周華盛的KHR 來今一分鐘聽我講什麼 看看這隻KSTAR行不行 今天我們來講什麼遊戲 今天就是講這隻Tidy Epic Max 其實就是Tidy Epic系列裡面的最新作 其實Tidy Epic這個系列 到現在都已經出了差不多10隻 這個作為最新的一個系列的展開 它有什麼吸引呢 我相信跟一貫的Tidy Epic系列都一樣 都是一個小小盒 還有Gameplay的內容 還有拍攝也是很吸引的 這次是玩什麼遊戲呢 其實是玩一個機械人在一個迷宮裡面的爭鬥 至於它這次的Miibos有什麼特色呢 看到這張照片應該很多人已經被它吸引了 就是它會做這個機甲 還有這個大型機械人 跟它以往的Item Miibos系列一樣 那它那些Miibos這次就可以作裝甲 還有很多不同的武器可以裝在上高 那這次它可以說是走這個未來風 而這次的裝甲其實都很簡單 可以裝一隻Miibos上去 然後就可以在裝甲上 裝不同的武器去強化那個裝甲 武器方面也是用一些未來風格的 比如一些激光劍 或者一些激光槍等等的東西 Player就會扮演著駕駛員 本身每一個駕駛員都可以穿一些裝甲 然後如果它可以去到地圖中間 就可以拿到一副大型的機械裝甲 那這個玩法是怎樣呢 其實每個Player就會有這些移動卡 分別有方向 分別有可以做到不同的動作 那每個回合他們就會在地圖中 就會去拿一些東西 例如拿一些武器去強化自己 那遊戲就會玩六個回合 那在2,4,6這三回合裡面 就會根據你放在牆裡面的地雷 或者那些炮塔 或者你的Miibos控制到那個Zone 或者你拿到那個機械人去拿到不同的分數 那每個Player就會有塊Bot Bot上就會記錄著藍色和黃色那兩種能源 那這些能源就可以用來購買裝甲 即是升級你自己 又或者去裝一些地雷等等的東西 那你會看到地圖上會有不同的標誌 那其實這些都是剛才藍色和黃色的資源來的 那你就要透過在地牆上放置地雷 即是圓形那些 那還有放置那些炮塔 就在柱體那些 那就可以在Round中間拿分數 除此之外你也可以透過這些控制 去拿到資源去升級你自己的角色 那每個角色基本上就可以裝到兩件武器 你會看到左右兩個Base的位置可以裝武器 那另一方面它們之間也可以做一個攻擊 那而攻擊的武器其實就很簡單的包剪 那就是綠色就黑紅色,紅色就黑黃色,黃色就黑綠色 那為什麼要有這些雙黑呢 因為每個武器都會有不同的攻擊力 那如果你能夠黑到雙黑武器的話 那你就可以打出較強攻擊力 那每個駕駛員都會有六滴血的 那你打了他扣血的話 那都會影響到他得分的 那除此之外就是你可以upgrade你自己的角色 變成一個裝甲模式 那有了裝甲模式 那你就可以carry更加多的武器 Total就可以carry到四件的武器 那你令到你的角色就會更加強 那如果你能夠去到場中心點 那你就可以upgrade做大型的裝甲 那大型裝甲除了血量多之外 你可以upgrade到四件的advance的武器 那你令到你的角色更加強 那如果你能夠停留在某個彎裡面 那你也可以拿到特別多的分數 那今次這個版本就和他過往的系列都一樣 那你會看到有大量的items 那還有會有很多的character 那這些都是令到遊戲的重玩性提高的 那那些token方面 他已經有那些原碟 那些就upgrade成為這些有花紋的 的花紋和外形的token 那這次他有個deluxe version 那除了有些新的角色之外 也有一些新的cameraboard的mebos 那令到遊戲有一個mini expansion在裡面 那這個遊戲如果我們可以看來講 那有什麼優點呢 那其實跟他一貫的tinyepic系列一樣 那價錢都是相對來說比較便宜 硬件精美 方便收藏 基本上可以帶入褲袋去拿出街玩的 那而且他這個遊戲裡面 也都可以support到很多不同的mode 那重玩性也都高 因為不同的角色 還有items 令到你每一局都玩的有些不同的 那缺點方面呢 也都跟他過往的系列一樣 因為其實tinyepic系列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會將一些好的遊戲機制 會拿出來 造成一些這樣的迷你遊戲 所以相對來說 機制和主題都會 略嫌會少了一些生意 而另一方面呢 之前我們也有介紹過 Tinyepic Zombie也有同一個情況 就是這個系列的遊戲 很多時候你看到這麼小盒 就以為是一些Hand Game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 他遊戲的時間都比較長 還有要玩那個 需要的strategy都比較會多一點 那很多時候就會令到 Player就會沒有那個預期 那麼爽快 那另外一方面呢 雖然他有很多的角色 以及items的變化 但是通常都會是 譬如在數據上高 或者是一些比較簡單的 技能上高的變化 那就不會是一個很翻天覆地的 遊戲策略變化 那為什麼會是深坑注意呢 其實一貫來說 Tinyepic 他都必定會有一個expansion 而很多時候 你進入了這個系列 你又很自然地 你會想儲回之前那些 那對於收集控來說 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吸引力 也都令到這個坑就會很深 但是說了那麼多 我始終自己個人來說 我對於Tinyepic這個系列 評價都是很好的 因為价性比方面 他絕對值得入 而且在於收藏方面 也不需要花很多位置 而且你拿出來給人玩 就算新手看到這些 那麼漂亮的Item Meeple 都會吸引得到 而且他其實每一款遊戲 的Gameplay上高 都不會十分之差 雖然就不會說 是一些經典大作 但絕對可以拿來招呼朋友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今次還要玩到這個機械人 相信亦都可以吸引到 不少的Bord Game玩家會留意的 那麼今集就介紹 來到這裡 那麼近來開始多了 Kickstart 那麼我想這個 運鏡UP 都要多了幾集才行 那麼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